- 嗨,我是寶可夢! 最近剛好有一個粉絲朋友問我一個問題 發想有趣喔,他說 寶可夢寶可夢,我的現金存款 全部都放在銀行貨存帳戶裡面升利息 可是它的利息好低喔! 到底有沒有比較聰明的理財規劃方式呢? 嘿嘿,這個朋友就問對人啦! 理財達人寶可夢現在來教大家兩招! 你可以利用銀行的外幣換匯 再加上訂存,懶人也能夠輕鬆理財喔! 在開始之前寶可夢要簡單分享一個小故事 去年我姐姐她問我一個問題 她說寶可夢,我明年春節的時候 我想要帶全家人一起去紐西蘭玩 那有沒有不錯的投資標的 或者是銀行的服務可以參考呢? 我馬上就幫她在網路上面去搜尋資料 最後我幫她找出了好幾個不錯的方案 包括這次的日盛銀行外幣高利訂存活動 我也推薦給我姐姐 她真的還蠻有心的 因為她聽到我的介紹之後呢 我姐姐第二天二話不說 馬上就去銀行開戶 並且把資金存進去 那她事後當然是在線上進行換匯的動作 然後就完成了她自己本身的這一筆旅遊基金的存款 我記得我姐姐跟我一樣都是行動派的喔 就是這個東西如果真的好 就是要千萬把握良心 趕快去參加 果不其然 我姐姐在今年春節呢 就真的帶全家人去紐西蘭玩 而且連玩了16天喔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開心這樣子喔 小小的叮嚀提醒大家喔 請大家建議先存入新台幣之後呢 再進行線上換匯 你這樣子省比較多啦 為什麼呢 當然是因為你的外幣 從其他的銀行匯出或者是匯入的時候 銀行都會收一筆交易手續費 所以我個人建議你 直接存台幣進去 並且線上進行換匯 那你這樣稍微啦 好的理財工具呢 可以幫助你實現你的旅遊夢 退休夢 所以今天就要來介紹咱們的主角 日盛橫給力 那要怎麼參與日盛橫給力這個活動呢 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持有日盛銀行的戶頭 那麼你就可以透過 網路銀行 或者是日盛行動銀行APP 兩個管道 就可以進行線上換匯跟訂存喔 目前有兩種幣別可以讓大家做選擇 第一個是美金 第二個是人民幣 美金的部分呢 最低企存金額為1萬美金 人民幣的部分呢 最低為2萬元整 所以大家可以立自己的財務規劃需求 來進行換匯 並且做訂存喔 大家最關心的訂存利率 那到底是多少呢 這個事實上呢 日盛銀行它是根據市場的波動呢 每個月都會做定時的調整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做訂存操作的時候呢 別忘了先上官網去查詢一下 目前的利率是多少 利率高就趕快多存幾幣吧 這樣子是不是很划算呢 日盛橫給力這場活動呢 有幾個很不錯的優點 一定要來提示大家一下喔 第一個 不限定新資金不限定原幣別 一般的銀行呢 都會要求你放新的資金 或者是其他幣別轉換呢 才能乘坐 但是日盛不用 非常適合懶人 放一筆錢來做長期投資 也免去你一直搬錢 轉來轉去 而且還會被收手續費的煩惱喔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從其他銀行 要來轉帳進來存錢的話呢 建議還是轉入新台幣 才不會被收取外幣匯款的手續費啦 第二點不限定乘坐數量 你有多少錢想乘坐就可以乘坐 有些銀行會限定 全部的會員存款上限 超過就不給你乘坐 但是日盛很佛心 沒有上限耶 對於想要存大筆資金的人來說 非常的方便 有錢呢 存這裡就對了 第三點 平常不方便三點慢跑銀行嗎 你可以直接在行動銀行APP上面乘坐 最晚幫忙 五點之前都可以喔 第四點 法人也可以乘坐 有一些銀行呢 它只限定自然人 也就是一般人如你跟我一樣 可以做乘坐 但是呢 日上針對法人的部分 也可以零貴乘坐喔 算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接下來 寶可夢要教你 如何在行動APP上面乘坐換匯 step by step教學 第一個 你可以先登入行動銀行 然後點選賬戶交易 再來選擇外幣交易 好 step 2點選結構外匯 step 3選擇轉出帳戶 轉入帳戶 存入匯別金額 及匯款分類 step 4點選送出 step 5輸入交易密碼 點選送出 就完成任務啦 是不是這麼簡單 再來 寶可夢要教你如何在行動APP上面 來乘坐外幣定存 step 5輸入交易 step 5輸入交易 登入行動銀行 然後點選賬戶交易 選擇外幣交易 step 6選擇定存交易 選擇重存轉定存 step 3選擇扣款帳戶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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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step by step教學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要怎麼換匯 怎麼定存的吧 其實這個真的很簡單 手機拿起來 輕鬆按一按 就可以完成定存的動作囉 是不是非常的懶人呢 我個人也覺得這個實在是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有一筆閒置資金 而且你想要試試看外匯操作的話 我非常建議你來參加這檔日勝 很給力的活動 為什麼 因為寶可夢都推給我姊姊去參加這個活動啦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享受這個所謂的 錢滾錢力滾力的快感 而且趕快來跟家人規劃 我們下一檔要去哪玩了 我想要去埃及 希望能夠趕快圓夢 趕快來存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